你說避孕期間可不可以吃生呢?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我收到這個問題 又是一位網友來問的 我想她的意思就是 她和太太現在 或者她和老公正在實行避孕的計劃 不想生孩子 可以不可以吃生 我收到很多這些問題 有時候覺得好笑 亦都不懂得回答 當然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呢? 還有其實她是擔心什麼呢? 是這樣的 吃生很容易 你肯拿一個芒果 拿一隻招出來吃就行了 但是吃生有很多跟著的問題 因為你會有排道反應 因為別人會問你很多事情 你又要適應自己的口味習慣 不覺得悶等等等等的問題 你的身體會有些轉變 有很多變化 我想到如果說吃生 有什麼事情是和避孕有關的呢? 有 就是呢 不是長說的 是有數據 現在研究不太多了 不過呢 大家的共識 以及觀察這麼多人 以及專家 權威提出的 吃生肯定是提升人的生殖能力的 即是說呢 如果你一早已經是不育不仁的那些 吃了生肯定又有獎 即是很快就會生肯定 可以生肯定 你對性肯定是沒有興趣的了 吃了生肯定會有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說 你想避孕 吃生肯定是幫不了你的 反而令你更加多的慾望 更加多的更加強的能力 去做人 製造下一代 不過話說回來 四一生之後呢 很多的改變 是對你很有利的 你脾氣好了 你精力好了 你人際關係好了 你對自己的身體了解多了 你的思想 那種創造力 和你的感應的能力 全部都不同了 這樣呢 這一個呢 就會間接幫助到你 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去避孕 所以呢 我只可以間接地回答 我覺得 吃生肯定跟避孕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不需要有什麼避忌 怕著有什麼反效果 應該是沒有的 反而呢 就是更加多 享受性生活 多謝這一類的問題 歡迎大家 關於飲食 關於健康 關於人生 有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一起聊一下 你提出來了 讓阿祥哥 這個頻道 這個YouTube的頻道 可以更加好 為大家服務 明天再聊 多謝收看 拜拜